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据中央社的报道 香港近期发生多起与反送中有关的轻生事件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天表示关注 希望受反送中情绪困扰的人 寻求协助 张建宗傍晚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面 就近月反送中运动造成的社会撕裂和分歧交换意见 他在会后形容双方坦诚对话 香港近月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 有大批年轻人参加 他们要求政府撤回修订草案 期间多次与警方爆发冲突 尽管反送中运动似乎转趋平静 但一批香港妈妈 今晚响应网上号召在中环折打花园集会 表达对反送中年轻示威者的支持 在集会上 有人呼吁年轻人不要轻声 也不要令爸爸妈妈担心 父母会同他们一起走下去 大会方面宣布有8000人参加 警方表示最多只有一千三百人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香港股票市场收市之后发表香港报告 维持本港长期信贷评级为AR2 也维持展望为稳定 但报告同时提出警告 如果香港的反对力量被削弱 可能会对香港的评级构成负面影响 自由亚洲援引该机构表示 香港财政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非常强劲 反映出政府债务负担处于最低水平 拥有庞大财政储备及外汇储备 上述的缓冲可以缓和长期负面因素影响 包括人口迅速老化 全球贸易或急速放缓 以及中美紧张局势引起的长期贸易与投资变化 然而穆迪对近期香港政治情况表示担忧 认为近年政府政策面临挑战 特别是近日香港出现大规模示威 这些示威活动是香港制衡政府的力量 万一这种力量减弱 就会对本港信用评级构成负面的影响 穆迪表示评级香港时 也考虑到香港一国两制之下 50年不变的设想 与中国相比 香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经济独立性 再加上香港的信贷优势 因此评级较中国的A1更高 穆迪认为中港评级是有密切关联的 中港两地越融合 两地的评级就会收窄 该机构又表示 随着2047年50年不变 期限越近 香港政治与经济的独立程度 无论是实际还是感知上 均会面临被侵蚀的风险 而政治与经历独立程度 正是香港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的一大优势 这一种侵蚀有可能削弱香港目前非常高的实力 并缩小香港与中国之间的评级差距 虽然距离2047年还有时间 但由于结果未确定 目前香港在国际环境之中的诸多独立实体 与相关行动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地位 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贸易安排 均有可能在2047年之前突然改变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湖北省武汉市新州区民众不满当局 拟在当地兴建大型的垃圾焚化炉 近日多次上街抗议期间多次爆发警民冲突 据网上流传的影片照片可见 有警员暴力驱散示威者 有人被打至头破血流 据法广的报道 武汉市政府6月初计划在新州区 兴建垃圾焚化炉及发电厂 当地民众得知消息后 控诉官方在未与民众沟通下 便霸王硬上弓 他们又称 项目建成后 当地空气将充满致癌物质影响健康 民众自上周五展开大规模抗疫游行 据称有过万人参加 据推特上流传的影像及照片显示 居民连日的抗争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民众挤满当地一整条马路 一旁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戒备 面对抗疫声浪 当局发布公开信指垃圾焚化炉及发电厂 尚未启动还评程序 未定案和开工建设 网络上指焚化炉已经开动 是误传 其实是旁边的江北铁路建设拆迁工程 德国智商援引当地居民吕先生讲述 最初的抗疫发生在6月28日 是从小规模开始 当时有几百人去了阳罗街道办事处 政府方面请来保安和派出所警察 维护秩序 到了晚上 人越来越多 就发生了警民冲突 在警察驱赶人群过程中发生了暴力行为 有抗疫者被打 这愈发激发民众抗疫心态 在28日抗疫现场有多人被警方抓捕 但是据吕先生所述 这些人大多在派出所做了笔录之后 就被释放了 当地民众徐先生称 政府从各地调派警力抓捕殴打示威者 并屏蔽手机信号 阻止民众将示威图片上传至网络 网上相关图片及片段被大量的删除 事实上 在同一天 新州区政府也发布了 关于杨罗陈家冲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说明 通告称 区政府十分重视群众呼声 就这一项目承诺 群众不同意 项目不开工 既然政府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姿态 为什么民众还要继续上街示威呢 吕先生表示 问题就在于这个尊重民意 在民众看来只是表面文章 据他讲述 有不少在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有正式职位的人 都被要求不得公开反对垃圾焚烧场项目 并且还要签字保证 很多人担心失去工作 只好自动晋升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中国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 王振华性侵女童案 其背后疑云重重 媒体报道后疑似被下令删文 另外有消息指出 王振华被儿子王小松涉局 7月3日 新闻晚报率先报道称 身价千亿的房地产巨头 对一名九岁女童实施了猥亵 随后 界面新闻跟进报道 引述警方证实 嫌犯就是王振华 他已被控制 两则报道随即在大陆引爆舆论 但据中央社的报道 诡异的是上架短短几个小时 新闻晚报与界面新闻的报道 遭到删除 并传出是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一名高层下令撤稿 随即引发网民公愤 对此 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旗下的光明时评 率先发难 发文质疑 迅速删文 不知道何方所为的结果 文章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谁凭借自己的金钱 权势地位 就能拥有 有利于法律之外的特权 3日晚上9时 上海市公安局 普陀分局对外通报 整起案情 确认王振华 一日下午 因涉嫌违献女童罪 被刑拘 中国三大官媒 也同步表态 为本案定调 人民日报发文强调 任何身份都不是犯罪 党箭牌 任何人都没有法外之权 底线已不存 何须 遮羞布 还对警方提出三问 要求理清案情 官媒多篇分析文章称 以往 新闻操作都是警方先披露案情 媒体才跟进报道 尤其是涉及性侵 未成年 极少发生通报前 就向媒体证实 这一次 新民晚报率先越界揭发 即可能是王振华犯案之后 有黑手介入欲吃案 警方受到无法逾越的阻力 因此爆料给媒体 另外王振华三日正式被捕后 新城控股当晚发出公告 宣布由非执行董事王小松 接任董事会主席 并强调 王振华遭刑拘拘留 与新城控股集团经营无关 且集团经营保持正常 但就在王振华被捕前两天 新城控股大宗交易频线 最高一笔达到人民币2400万元 三日早盘 新城旗下三只股票均暴跌 网络盛传 王振华被捕是儿子做局 父子相争 王小松是王振华的独子 曾因与父亲意见不合 2016年从新城控股裸退 2018年才回到集团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据世界日报的报道 川普总统5日在离开白宫 出发去新泽西高尔夫球俱乐部 欢度周末前 向记者表示 昨日国庆节 向美国致敬的演讲期间 提词器因大雨发生故障 在他向军方致敬 并谈论空军防卫能力时 提词器内容突然消失 因此他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继续演说 川普曾嘲笑希拉里克林顿 等民主党人反对使用提词器 今年国庆演说 他就用行动证明提词器的重要性 但大雨却破坏了提词器的实用性 反而让川普出了糗 川普总统在国庆节演说中 提及美国先贤 在独立革命时的武力惊人 掌握空忧 更占领机场 但此表述与历史不一致 18世纪的美国并无机场 川普表示自己对演讲内容非常熟悉 所以能够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完成演讲 他也补充 而且提词器很不容易看 但他并未解释 为何提词器故障后 他会谈到殖民时期的美国机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报 美国劳工部 星期五公布6月份就业数据显示 6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2.4万 是5个月以来的最高 但薪资的增速放缓 仍有可能促使美联储在7月的会议上宣布降息 路透社报道 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6月非农就业人数远比预期的16万人还多 显示今年四五月份就业人数的下滑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6月的就业报告是美联储7月可能降息前的最后一次报告 对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是重大参考指标 分析认为新数据好于市场的预期将给美联储一定的喘息空间 但美联储7月降息可能性依然非常高 几项原因包括美国工资增长的趋势从去年底放缓 当时工资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 6月份平均每小时工资增长0.2% 略低于5月的0.3% 此外美国央行上个月表示 由于通货膨胀率低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 央行可能会在这个月初放宽货币政策 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7月宣布降息 幅度可能为25个基点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中国学者称北京与香港正面临两种文明的对抗 法国彭都瓦茨大学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张伦近日在法国世界报撰文称 分析香港挑战北京的严重危机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张伦认为香港目前的悲剧 同其回归中国后北京规划的一趟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香港人被剥夺了自由选择他们的民意代表的权利 而同时这一处境也与当时北京的实用主义政策 所规定的一国两制密切关联 既要使得这座资本主义城市融入共产体制 又不损害香港的繁荣 张伦的结论是 现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后退 北京不愿意对香港示威者的请愿做出让步 从而丧失面子 更担心示威者要求香港实施真正的民主 他还表示 习近平现在面临着他上台以后最严重的危机 而香港人则清楚地知道 这是一个捍卫他们自由的决定性时刻 张伦说 两种文明观在我们的面前对抗 自由与政治攸关香港的生死存亡 纽约时报同日刊载文章称 习近平是否对香港态势失去耐心 报导指出 人民日报转载习近平最近一次讲话 号召广大党员挠记初心 勇于挑战各种艰难险阻 风险挑战 是最新的一个信号 显示习近平没有满足抗议者要求 获得更多权力的愿望 三日华尔街日报亦撰文指出 北京方面的干预越直接就越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 削弱香港的司法自治权 而香港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引力所依赖的 正是这一种的自治权 中国政治专家表示 如果香港政府陷入瘫痪且无法恢复秩序 部署军队或武警部队将会成为最后手段 德国美日进报认为 中国很快将统治香港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也会使用暴力 法新社日前也撰文称 香港示威者挑战习近平 分析指出 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 在墙壁上涂写香港不是中国 形同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 将中共中央发出挑战 在香港计会学院教书的汉学家高静文认为 北京可能会玩弄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 一方面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推向出口 同时继续向香港大力施压 准备对立法会破坏的示威者进行审判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多达200万维吾尔族人和吉他穆斯林 被关押在集中营 被中国官员折磨并强迫放弃信仰 其中一人的宗教迫害罪行可能高于其他人 他就是陈全国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通过使用监视技术和DNA鉴定 陈全国给新疆百万维吾尔族人和吉他穆斯林 建立了一个露天的监狱 他们被迫与家人分离 并无限期的被关押 据The Hill报道 陈全国的残暴记录包括 对西藏佛教徒的镇压运动以及他目前压迫维吾尔族人的计划 随着相关报告的不断出现 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正在向中国其他地区 甚至其他国家出口这一种监视模式 很难想象如果陈全国不被制止 中国的反乌托邦统治模式将会如何演变恶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紧对基督徒的迫害 中国宣布对宗教进行战争 在乌鲁木齐动乱事件十周年之际 现在是美国和世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国会和美国政府机构的成员 谴责维吾尔族的可怕待遇 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该委员会已经报道了20年来 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超大角色 使他几乎不受外国批评或后果的影响 在维吾尔族人的困境受到压迫时 陈全国和其他官员淡化了这种虐待的范围和严重程度 或者将其视为控制出于国家安全 而控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 有时他们称之是外界干涉国家内政 这些响应并未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也就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和宗教权利的行为正在发生 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采取行动制止他 但是虽然川普政府一直在发生并参与宗教自由问题 但他与过去的政府一样 不得不权衡这些敏感的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因素 那么美国政府可以立即采取什么措施来要求中国为暴行负责呢 就像那个古老的关于如何吃大象的问题一样 我们可以从那些策划暴行的人那里出发 比如制裁陈全国 这也将发出一个信息 也就是美国不允许这种滥用行为发生而不承担后果 美国拥有最具战略性的工具 包括2016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该法案及其相关的2017年行政命令 允许国家和财政部长拒绝参与腐败或侵犯人权的外国人美国签证 或禁封他们的美国资产 政府尚未充分发挥该法案的潜力 截至2018年12月份 美国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批准了101个外国个人和实体 但是这些制裁中只有9项与违反宗教自由直接相关 中国对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徒的迫害 以及对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的迫害 可能是明显违反宗教自由最臭名昭著的例子 但远远不是唯一的 在一项2019年年度报告中 有28个国家被认为 其政府或社会行为者严重违反宗教自由 在许多这些国家中 宗教自由状况在2018年恶化 导致无数有信仰的人被边缘化 监禁甚至死亡 美国政府可以大力应用全球 马格尼茨基制裁来惩罚 直接对报告中详述的严重宗教自由违法行为 负责的个人和机构 中国共产党却表彰了陈全国的无情 他有望在20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这对于中国维吾尔族或数千万中国基督徒 不是一个好兆头 有罪不罚可以使犯罪者更加的胆大妄为 对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 对宗教自由侵权行为负责的人 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制裁将会表明 美国致力于追求责任 不允许滥用者从美国或美国金融体系中获益 对于世界各地的信徒和非信徒来说 今天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在阿根廷北部偏远的 湖湖一省安全监控摄像头表示关切 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 中兴通讯在今年3月份于湖湖一省签订了金额 接近3000万美元的监控合同 提供摄像头监控中心应急服务和电信基础设施 当地政府称这将有助于遏制街头犯罪 尽管交易的金额相对并不多 而且并未见到相关报道 但还是引起了华盛顿的关切 美国不断警告盟友不要购买中国技术 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于刺探情报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笔交易是中国技术打入拉丁美洲的一个例子 尽管美国警告使用中国技术暗藏各种危险 特别是监控方面的技术 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中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湖湖一省项目可以鼓励其他城市采用类似的技术 从而帮助中国扩大其在阿根廷的科技足迹 美国国务院西班球事务局的女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以无与伦比的规模收集和采用数据 并用这些信息来助长贪腐 支持任意监控 并让反对者今生 对于这个此前不曾披露的项目 美国感到非常担心 这反映出美国正在如何详细的审视各种规模的交易 力争放慢中国安全技术在全球散布的速度 据路透社的报道 周星通讯拒绝透露该公司在拉美监视技术项目的内部资料 美国在警告盟友同时 并没有提出太多公开证据加以支持 但阿根廷和中国官员都极力淡化 对湖湖一项目的疑虑 5月份在省会圣萨尔瓦多德湖湖一的一场活动上 中心通讯分公司总经理Dennis Wang 湖湖一省省长Girado Morales 该省安全部长以及警方官员等等 举行了一场报告会 说明这项技术是如何协助中国降低犯罪率的 湖湖一省是阿根廷最穷的省份之一 当地的犯罪率略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路透社的报道说 湖湖一省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家中国企业挣扎重金投资当地的锂矿 中国还向位于湖湖一省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项目提供资金与技术 当地政府称这一项目将有助于降低犯罪率 当地政府在宣布安装监控摄像头的通告中指出 现在湖湖一省可以和中国一样安全了 中国犯罪率相对较低 部分原因是由于广泛架设监控摄像头 人脸辨识软件以及建立居民数据库 当然美国和英国等许多民主国家当局也广泛使用监控技术 但人权观察家认为中国滥用这些权力来镇压一己 布宜诺斯·埃利斯的中国官员驳斥美国的疑虑称 美国人是担心中国企业成功 尤其是在5G电信技术的竞赛方面 像中兴或华为等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技术领跑 中国是阿根廷主要的贸易伙伴和资助方 阿根廷将中国视为盟友而非威胁 中国外交部称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本国企业收集的数据是荒谬的 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守护者 阿根廷安全部长麦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居民愿意接受监视器的存在 来换取更加安全的街道环境 他希望更进一步将系统扩展到包括面部识别技术 他表示任何守法的公民都不用害怕监控系统 这是用来保护他们的 然而联合国数据隐私问题特别调查员 Jasef Konatasi在近期访问阿根廷的时候 对路透社表示 阿根廷需要更好的审查其购买的安全设备和软件 他说我不关心你们从谁那里购买 你们不应该假定你所购买的供应商是值得信赖的 你们应该进行自己的隐私影响评估 他还提到联合国推荐的用于确保民众隐私权不受侵犯的测试 感谢您收看明镜焦点 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据马来西亚新报的报道参与制作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的制作人李扎 当地时间7月4日中午因洗钱等罪名在马来西亚被捕 随后李扎被保释 高庭法官罗兹纳允许李扎以100万令吉约合24万美元 两名大马公民为担保人及没收国际护照禁止出国的条件保释 直至案件裁决 法官也责定案件于8月9日过堂 7月5日 检方指控李扎犯有5项洗钱罪名 这些罪名与全球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有关 5日 李扎在吉隆坡出庭否认所有的指控 李扎的身份并不简单 他是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夫人罗斯玛曼淑 与前夫所生的儿子 因此他也算是纳吉布的妻子 而他的妻妇纳吉布和母亲罗斯玛 目前都因为伊马发展基金EMDB丑闻面临着数十项指控 李扎则成为第三位因为EMDB丑闻被捕的前马来西亚第一家族成员 此前纳吉布及其亲信受到了一系列刑事指控 根据调查 他们涉嫌挪用了政府投资基金 EMDB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纳吉布于2009年设立了该基金 据卫报的报道 现年43岁的李扎被指于2011年到2012年 从马来西亚伊马发展基金收受2.48亿美元资金 他先将钱转入了一个瑞士银行账户 随后又将钱分小批转入了其美国公司账户 检方表示 这些资金是通过他的好莱坞制片公司Red Granite Pictures 在洛杉矶和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汇入的 李扎面临着5项洗钱指控 每一项指控最高都可判5年监禁 不过李扎本人在7月5日出庭时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事实上 由李扎与合伙人创建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红颜影业 很早就卷入了EMDB的丑闻 据报道美国政府此前在美国提起的诉讼中称 指控其将EMDB洗钱得来的资金用于制作好莱坞电影 包括《华尔街之狼》 《阿大于阿瓜2》 以及《老爸当家》等 最终红颜影业于去年3月 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 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罚款 这些诉讼详细说明了李扎如何涉嫌收到大笔资金 除了为电影融资 他还用这些钱在伦敦 洛杉矶和纽约购买了豪宅 卫报称 红颜影业在好莱坞原本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但该公司在《华尔街之狼》大获成功之后名气大增 据称为了拍摄《华尔街之狼》 该公司向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投资1亿美元 向主演梁纳多送了一座奥斯卡影帝奖杯作为生日礼物 该奖杯价值60万美元 是马龙白兰度凭借1954年的《马头风云》获得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杯 《华尔街之狼》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改编剧本 五项提名 莱昂纳多虽然没能凭此获得奥斯卡影帝 但获得了2014年全球奖影帝 不过在丑闻爆发后 莱昂纳多已经将获赠的奥斯卡小金人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人员 李扎的母亲名誉扫地的前总理纳吉布的妻子 罗斯马·蒙斯尔 在去年被控违反反洗钱法 李扎是刘特佐的好友 据美国和其他国家调查人员表示 刘特佐是EMDB丑闻的核心人物 据BBC的报道 EMDB贪腐洗钱丑闻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史上最大的一项丑闻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项金融丑闻之一 其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至少六个国家据此发起调查 伊马发展基金是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于2009年一手创立的国有全投资基金 其目的是通过全球合作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马来西亚经济 但最终这个基金成为纳吉布的私人金库 据报道 马来西亚检方认为EMDB总涉案资金达到45亿美元 而至少有6.81亿美元直接进入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 被用于支撑他和妻子罗斯玛奢华的生活 据马来西亚检方的说法 纳吉布等人用这些钱购买大量的豪华房产 私人飞机以及繁高莫奈的艺术品 此外 马来西亚检方还在纳吉布家中搜出大量的现金珠宝等物品 总价值高达11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8亿元 在2018年大选失利后 纳吉布被反腐败部门逮捕 随后取保候审 目前纳吉布共面临42项指控 包括滥用权力洗钱失信等 他的妻子李扎的母亲罗斯玛 则面临着17项洗钱逃税等指控 两人的案件都还在审理之中 不过两人都否认所有的指控 据南华早报报道 除纳吉布及其妻子继子之外 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也被卷入了EMDB洗钱丑闻 但刘特佐否认指控目前在逃 刘特佐此前因追求美国名员帕里斯希尔顿 并向澳大利亚名模米兰达可儿赠送豪华珠宝备受关注 感谢您收看华尔街人物 嗨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意义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与戒装记 点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徒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 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